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丝们很开心 特别是听到在预告片里一样千玺对粉丝喊话道 朋友 走起来 调皮的千尺克纷纷留言回复 看到这些回复之后让人笑翻了 的确 自从粉上一两千玺之后 大家都觉得自己一天天在变化 以前在想着艳势番之心青年杀青了 想着什么时候能播出 日复一日地等 后来也登起了长安十二时辰 十号少年的你也终于杀青了 于是大家又登起了少年的你 现在工作室宣告第二话周五十一点二十八分放松 大家这才想起 原来我们还在等待着十二话呢 有千只贺留言回复道 忙里偷闲看到视频 兴冲冲地插上耳机准备看 结果没几秒就结束了 原来只是预告 不过总算看到大佬新鲜的消息了 听到千禧的思汗话 朋友 走起来 我心里顿身暖急 这声音我反复听了不下二十次 好的 知道了 你这是一月一话的节奏 十二话就得一年 是不是 小可爱 另外一位千只贺也回复道 这更新频率赶上我的大姨妈 我以为是年更 嗯 十二话是打算一个月发一次吗 博主说好的每周一次去哪了 不过就从这次千禧对我们的喊话 我们就放过小事了 但是说实话 小事 我对你真的是爱恨交加 也有千只贺体贴地说 有生之年系里终于等到了 小事终于营业了 我还以为他把这事给忘了呢 不过 大家别催跑 不管十二话是月更还是周更 总之千禧就是想给大家看最好的 不服衍的 千禧不是也喊话了 朋友 走起来 所以我们多一点耐心和千禧一起走起来吧 一样千禧对粉丝喊话 朋友 走起来 看完千只贺的回复之后 大家笑翻了 一位网友留言道 笑翻了 可爱又善良的千只贺们 听到千禧的喊话声之后 心里马变得很柔软 想在怪工作时说 都喊话都这么温柔 看来这次小事是又沾了千禧的光了